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 在亚利桑那州的震撼胜利 这一结果不仅为他赢得了选举人票 还成功翻转了2020年拜登在该州的小幅胜利 特朗普的全胜标志着他在所有七个摇摆州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对未来的政治格局意味着什么 随着特朗普成功连接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失误与当前经济问题 这一策略果然奏效 而亚利桑那州这个曾经的红州 如今却因选民结构变化而成为摇摆州 正是特朗普再次证明其政治影响力的舞台 此次胜利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及其政策的肯定 更让民主党面临重新评估其在这些关键州的策略的挑战 而在特朗普的胜利庆祝派对上 气氛一片欢腾 支持者们的热情呼喊再次确认了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 随着特朗普赢得亚利桑那州 未来的政治格局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对整个国家的未来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 唐纳德·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的胜利 标志着他在所有七个关键摇摆州中取得了全胜 这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一结果在选举夜的晚上9点30分前不久被宣布 成为此次选举中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州 这场胜利对于特朗普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这不仅是政治策略的成功 也是对他个人领导风格的肯定 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的胜利紧跟在内华达州的胜利之后 为他赢得了6张选举人票 而亚利桑那州的11张选举人票进一步将他的总选举人票数推高至312张 相比之下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获得了226张选举人票 这一切让人不禁想起4年前的选举 在那次选举中 乔·拜登仅以为弱优势赢得了亚利桑那州 成为自1948年以来该州第二次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次选举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策略息息相关 他将拜登、哈里斯政府与通胀和边境危机紧密联系 这一策略最终成为他成功的关键因素 哈里斯的选举策略则依赖于努力赢得蓝强 摇摆州如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州 但最终未能如愿 特朗普的胜利也让人再次回忆起 2020年选举期间的激烈竞争 那使亚利桑那州成为特朗普选举舞弊指控的焦点 这些指控最终引发了1月6日国会大厦的骚乱 针对特朗普的联邦刑事案件仍在持续 特别检察官捷克·史密斯正在考虑如何收尾 以及与特朗普处理机密文件相关的案子 史密斯在11月8日的一份文件中表示 他计划在12月初告知法院 他对2020年选举案件的计划 特朗普的选举之夜派对上 他与妻子梅拉尼亚和儿子巴伦共同出席 现场氛围高涨 支持者们欢呼雀跃 庆祝在摇摆州的全胜 这场胜利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的肯定 也是对他政策的支持 再次显示了他在美国政治中的深远影响力 这一选举结果不仅仅改变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 同时也将对美国未来的政局产生深刻影响 在特朗普的全胜之后 民主党势必要重新评估其在摇摆州的策略 并思考如何在未来的选举中 赢回这些关键地区的支持 根据NBC新闻的报道 亚利桑那州的政治格局 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显著变化 2016年 特朗普以4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希拉里克林顿 当时这个州仍然是坚定的共和党控制区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州的选民结构改变 民主党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甚至选出了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参议员 拜登在2020年赢得亚利桑那州的选举 这是28年来该州的选举人票第二次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然而 许多民主党的胜利都是以微弱的优势取得的 拜登仅以0.3个百分点 10457票的优势击败特朗普 亚利桑那州还成为特朗普宣传选举被切无根据阴谋论的中心 当地共和党人对这些主张表示支持 然而 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的优势 尽管在民调中通常仍然在误差范围内 但却显示出选民登记的激增 这一切都表明 亚利桑那州的选举结果不仅仅是数字的游戏 而是反映了选民对经济 移民和特朗普个人魅力的复杂情感 特朗普的胜利再次让亚利桑那州成为关注的焦点 当地选民的选择将对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选举日的到来 亚利桑那州的选民将再次面临抉择 这将成为未来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环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商人 电视名人和政治人物 第45任美国总统 任期从2017年到2021年 他生于1946年6月14日 在纽约市的皇后区成长 后来进入家族房地产开发公司 并最终将其转型为全球知名的特朗普集团 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成为商业和媒体的风云人物 以奢华的房地产项目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著称 在进入政界之前 特朗普以其在电视真人秀节目 《学徒》The Apprentice中的主持角色而闻名 这个节目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公众形象 使他成为全美家喻户晓的人物 特朗普于2015年宣布竞选总统 并于2016年11月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赢得选举 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充满争议 他的政策和风格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他的政府在税收改革 移民政策 贸易协定重新谈判 和最高法院任命方面取得了显著变革 同时 他的执政也伴随着许多争议 包括对新闻自由的攻击 对移民的强硬政策 以及对国际合作的怀疑态度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中结束 疫情的处理方式 成为他竞选连任的重要议题之一 他在2020年大选中 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特朗普的对手 指控他在大选结果中存在不当行为 但这些主张未得到法律支持 特朗普的影响力 在卸任后依然存在 他持续活跃于政治和媒体领域 并在2022年宣布 再次竞选2024年总统职位 他的支持者基础依然稳固 尤其在共和党内部 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特朗普的政治风格 通常被描述为民粹主义 他的支持者强调他的反见之立场 和直言不讳的沟通方式 在其职业生涯中 特朗普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他的商业活动 总统政策 以及个人生活 都曾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他的形象 在全球范围内 都具有显著影响力 并成为多种政治和文化讨论的焦点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 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视频有助于画家 Κ qu设计